大家好 尊敬的北加州北京同乡会会长何孔华女士 尊敬的我们今天大赛的主持人 爱赏亮软实力教育平台创办人罗平女士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评委 各位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各位选手还有我们选手的亲友团们 大家下午好 我很高兴出席2019年文化中国水利方碑 海外华人中文歌曲旧金山决赛的今天的比赛 那么我们刚才观看了青少年组的比赛 我感觉我们这一届的我们青少年的选手们 他们个个都很棒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和我们的王东华总领事 向本次大赛的举办 致以诚振的问候 海外华侨华人无论在哪里 我们身上都有着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 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 那么我们今天当一首首中文歌曲在这个大厅里回荡 我们的家国情怀 我们的故乡的记忆 我们那一抹难以万怀的乡愁 都一变涌上了心头 我们中文歌曲作为传承中华文化 书写家国情怀的最佳载体 也振振恰巧地体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绪 那么我们演唱中文歌曲 也是在讲述中国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今天的比赛 不仅是各位选手展示风采 我们取得实现梦想的这个舞台 那么同时也是为我们海外的游子 来排遣对故乡的热爱 对故乡这个乡愁的一种方式 灿烂的中华文化 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支柱 是中华民族 我们难以离别的精神家园 同时也是海外华人能够相拥相依的精神纽带 我在此呢 听了大家的这个演唱 我还是心情很感动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文化中国水利方碑的比赛 可以说呢 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侨胞 能够继承 特别是我们华裔的青少年 能够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身在何方 都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不要忘记我们的血脉之根在哪里 自己的文化之魂在哪里 大家都生活在美国 工作在美国 学习在美国 因此呢 我在此也想说呢 中美关系是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之福 中美友好是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应该去推动的 积极去做的这一件事情 那么我也希望我们北加州北京同乡会 作为大赛的承办方 能够呢 我们好好的总结 我们举办大会的这个有益的经验 能够与汪区的桥姐一道努力 那么我们呢 可以在把这个比赛呢 我们举办的这个知名度更高 参与面更广 影响力更大 那么也是继续的去推动 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 友好的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的力量 当然呢 我也特别的希望我们的海外乔胞 我们的华裔青少年 不仅是作为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华优秀品格的传承者 传播者 同时也作为我们中美友好事业的参与者 推动者 最后呢 我祝愿我们今天 文化中国 水利方碑 旧金三 中文歌曲决赛 圆满成功 祝我们的各位选手 都能取得满意的好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周富林 谢谢大家